再來就是說程式部分呢 第三就是要建立那個事件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建立事件一樣按一個Enter 事件的話就是當我按下 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我要去修改上面的文字 那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第一個因為我們有 這個Button B01是指的是什麼連結到畫面上那個 畫面上那個Button的元件 所以在打一個B01 你就點一下之後的話 它會有很多方法 這個B01這個物件 它就可以去 幫你做一些什麼事情 那這些事情的話裡面有方法 方法裡面有個Set Set什麼呢 打一個O好了 Set.O 那也就是說我剛剛講過我要在那個 按鈕上面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Listener Listener就意思是說 隨時幫我掃描按鈕有沒有被 怎麼樣的點擊的這個動作 那所以我要在上面加一個 Listener的動作的話呢 基本上 就叫做Set.OnClick 那基本上你打一個 B01點 打一個Set.O 它就會跳出來了 這邊跳出有沒有 Set.OnClick Listener 你就Set.O之後點兩下 它就幫你 產生了一個 Set.OnClick Listener 就設定在上面了 那這個Listener上面 你這個說Set 一個設定一個新的 Listener 那這個Listener 只是說我要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Listener在哪裡 沒有 所以我必須要建立一個 建立一個Listener 那怎麼建立一個Listener 這邊有個語法叫New New一個什麼呢 New一個 這邊要New一個 New的意思是說在記憶體裡面配置的意思 配置什麼呢 配置一個在Button上面 B-U-T-T-O-N Button點 不過特別需要這個 在Button就是在按鈕上面的建立一個什麼呢 OnClick Listener 就是從Set後面這邊 OnClick Listener 把它Copy一下 就把這邊複製一下 然後移到後面點後面把它貼上 這個地方它不會自動出來 你必須要手動把它複製 New一個Button上面的一個OnClick Listener 然後面記得給它一個小刮鬍 因為它必須要 小刮鬍的傳遞參數 那這不過這個地方不需要傳遞參數 然後在小刮鬍後面的話呢 再加上一個什麼大刮鬍 為什麼因為 當我 偵測到有 被點擊的話 那做什麼事 做什麼事的話就是利用大刮鬍去實作 去做什麼 所以特別需要這邊 大刮鬍之後那後面的話呢 在 後刮鬍後面的話呢 就這樣 一個小刮鬍 一個大刮鬍 然後後刮鬍是本來的後刮鬍 游標移到上面之後的話呢 你會看到有一個新增未實作的方法 出來 表示說因為我這邊有個大刮鬍 可是卻沒有去實作 這個時候呢點擊之後它會自動怎麼樣呢 幫我們 產生一個OnClick OnClick的方法 點擊之後的話 這邊會自動什麼 跳出一個OnClick的方法 這邊好像少一個分號 對少一個分號 再一次 這個地方 OK 特別主要是set OnClickListen的 然後呢 我在上面加一個 Button New一個什麼 先打一個New 一個Button 點OnClick Listen 然後後面的話加上一個小刮鬍 大刮鬍 後刮鬍加一個分號 加一個分號 然後呢 游標再移動到上面之後的話 新增未實作方法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重要 這個步 這個步驟 將來會用到非常多 也就是說呢 只要畫面上的元件 它要觸及 點擊 比如說任何的按鈕啦 或者是其他的元件 被 觸及或者做什麼樣的動作 那寫的方式 建立事件的方法都差不多 那這邊的話呢 我就新增未實作方法 這個時候會自動產生一個 OnClick的方法 那我們就把程式寫在這裡 當我按下 按鈕的時候呢 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把 這個東西 現在這個叫T01 把T01 裡面的文字 改為 您按下按鈕 幾個字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當我已經按下按鈕 那接下來的話就根據T01 點 也是set set就更改的意思 設定裡面的T 裡面會有個set test 你就找到set test 按enter 然後呢 裡面需要個文字 裡面的文字 請各位自己打一下 您按下按鈕 這邊的話呢 就把這個您 OK好 那最後給他一個分號 表示結束 OK 好那這樣的話 程式寫完畢了 也就是當我按下了這個 有沒有 B01就是這個 button按下去之後 然後呢 在上面會增加一個 一個Listener 這個Listener的事件名稱就叫 Unclick 對不對 然後在哪邊建立 這個set是只有說 命令而已 但是還沒有去做 真的做是New New一個Button 在按鈕上面建立 UnclickListener 然後 小瓜糊 大瓜糊 後瓜糊 再個分號 這邊的話呢 T01 set test 裡面文字更改 好那這樣的話就 撰寫完畢了 把這個程式 Safe之後的話 按右鍵 然後 執行為 Android 有沒有 執行下去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呢 他就幫我把 點Java這個程式 Compile 幫我把它編譯成為 一個class 然後呢 再打包成APK檔 並且傳送到模擬器裡面來 有沒有這時候就傳過來對不對 當我按下這個確定的時候 他就會怎麼樣呢 觸及 那當然他基本流程就是說因為畫面上的東西呢 我必須要先 建立兩個 一個那個 記憶體上面的元件給他配置 然後再丟過來對不對 連結嘛對不對 連結過來 那連結之後的話呢 當我按下他的時候呢 他就在上面建一個Listen 按下他之後執行這一段程式 T01指的就是上面東西 被什麼呢 Set test 更改為這個文字 這個文字又怎麼樣呢 傳遞過去 把這個文字更改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流程大概是這樣 按個確定 您按一下按鈕 有沒有 他就是點擊了 那就會觸及什麼呢 觸發了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裡面呢有個方法就是 Unclick了 然後呢就會怎麼樣 把這個文字 就 丟 直接就把 Set test Set test 更改上面的文字 把這個文字 把上面這個文字更改 OK 那就完成我們這個練習 所以這部分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那如果說你那個來不及記的話 請各位參考一下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雲端白板上面這個頁面 裡面就有了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那麼 谢谢观看